哈喽 大家好 我是凉峰啊 今天拿到两条真正的五黑犬 现在就放出来给大家看一下 看看什么是真正的五黑犬啊 到底真正的五黑犬 有什么特别呢 首先就要看小狗的鞋头啊 是全黑的看到没有 没有一点发达了啊 这种才是真正的五黑犬 另外还有一个拓点啊 他的耳朵啊 大家看一下 耳朵只有一点点的 看到没有 很小的啊 那种长耳朵的就是杂交过的了啊 这种才是真正的中华鞋鱼犬 五黑犬啊 大家看一下啊 是真正的斧头骂鱼的啊 嘴巴又短 头又大啊 是那个葫芦一样的头啊 眼睛又比较新 大家看一下 这条小狗的眼睛是很新的 很硬住人的 好 现在就把这条真正的五黑犬 放到地上去看看他的胆量啊 这条是错来炸到的啊 另外这条是第一条谁啊 小母狗 也是五黑狗来的 这条这就是有这个领地意思的 有陌生的小狗过来啊 他就会想欺负的 都是这种情况的啊 大家看一下 虽然这条比他小很多啊 看到没有 这条五黑小狗现在才 30多天 还不到40天了 看见 这条五黑母狗比他大那么多 他一点也不害怕了 看到没有 他是由头摆尾的 啊 刚才已经初试过这条五黑小狗的打量了啊 啊 不能打量 和性格都是很好的啊 这种才是真正的五黑犬 啊 也是中华天然场之中的一种啊 有真宅神器之称 好了 这次的视频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